无独有偶 全球社群网站龙头脸书 在前天下午发生大档机的情况 今天又出包 网友发现 在下午1点10分左右 即使对话功能无法使用 也无法截取之前的对话讯息 后来在大约1点30分恢复正常 但也有部分网友表示一切正常 脸书即使对话功能异常时间大约20分钟 目前整起事件脸书正在了解情况